另外的话如果你们可以再找一下那个第六个单元 数据分析表这边 数据分析表这个是主要针对数据分析表 其实我之前有针对这个数据分析表 有开过类似的课 企业有找我到 企业内部去上课 主要是针对数据分析表 我提了一些 比如说像其中像 这个问津调查其实还蛮常常遇到的 那问津调查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津调查02跟01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打开看一下 这个02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的资料 你基本上是可以拿来直接做数据分析使用的 可是问题 你们将来在做问津调查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人家问津调查得到的结果 通常不会是直接给一个资料 而是会给一个代码 有没有比如说像这个 性别的话呢 他不是直接是男生跟女 男跟男女对吧 他会直接给你一个A1跟A2 那什么叫A1什么叫A2 其实你可以切到清单里面可以看到 这边A1就是男 A2就是女 OK然后呢再来的话年龄 年龄这边叫什么B1 B2 B3 1234 所以 这个各代表什么呢 年龄的话呢 如果是B1的话是15岁以下 然后B2的话是16到30 31到45 46岁以上 有分成四个 但是他也不是给你什么 给你 你看得懂的 而是给你这个前面的这个代号 OK 所以底下都一样 也就是从性别 一直到底下这些 最最右边 这个到欧 购买时主要考虑的 他也都是给一个代码 那所以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第一件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要如何可以把这些 本来是代码的资料 全部变成他不是代码 而是我看得懂的东西 不然你可能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他这么麻烦 直接就给我资料就好了 为什么要给代码 各位都好 能不能就是 知道为什么他要给代码 而不是给真实的东西 在原因为何呢 知道吗 为什么 不知道 乱猜 资料库有见 对 其实跟资料库 有很大的关联性 因为以前的资料 你不像现在我们随便硬碟 都是几TB 随便放都没关系 以前的硬碟没那么大 以前我记得我家里还有放那个硬碟 是不是GIGA的 是Mega的 还是要那么大 你说一个硬碟 几Mega 以前硬碟就是几Mega 然后慢慢到几GIGA 再到几TB的 有没有 所以以前的空间没那么大 所以以前没那么大的时候怎么办 那要尽量省 就跟你家里没钱的时候 穷的时候 你就要金打细算 买东西都要算 这东西能不能买 我要怎么买 然后用多久 可是你现在很有钱的时候 你就随便乱花 买东西都不用看价钱的 所以如果你跟你朋友出去买东西 他都不看价钱 那表示他应该很有钱 如果他要看价钱的话 那表示他应该很结局 我猜的 我想应该是有这种趋势 所以以前就是 如果假设你放的是完整的东西 完整的东西 假设吧 你就要年龄好了 你放编号的话 只有两个字 可是如果你放这么一长串的话 要几个字 算下来的话 其实又有差了 更不要说有一些 其实好像会更冗长的 像后面这些都 有没有 这个就比较多一点 有没有 这相差就比较多 那当然呢 积少成多嘛 如果假设这边的比数 是几百笔到也没差那么多 可是如果这边是几千 几万 几百万笔的话 哇那差更多 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 关联式资料库 以前就强调是关联式资 所谓的关联就是说 我可以应用 代号去把我真实的名称 把它关联出来 那问题 关联怎么关联 那就要V的函数去查了 那但是这样很麻烦啊 对吧 所以呢 我们 第一个问题 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这些清单 有没有 快速的 通通把它变成什么 真实的那个样子 就是把它查回来 可是要查回来的话呢 第一个会面遇到问题 我要怎么样利用A1变成蓝 当然你可以在旁边也许可以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蓝 然后你这边就是把它查完之后 可是问题又多一蓝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干脆这样做 就是直接把问键调查复制一个 按Ctrl键 拖拉过来 然后有问键调查 问键调查 然后这边把这边的问键调查2里面 把这些 从性别 一直到 所以呢有没有放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做一件事 刚才用查的 那怎么查 查的让你可以用什么 当然第一个性别部分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性别这边 也许先建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这边 改一个名称 定义一个名称 叫做性别 Ctrl C 拿这个 然后选的话选A2到B3 给它一个名称叫性别 这个叫性别 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查的函数 应该可以想得出来 用哪一个函数 用V的函数 对 这个V的函数 那查的话呢 就是查 查什么 查前一个工作表 的同样位置 所以理论上 查询的位置 其实跟他本身位置 只有查前面 都有 他的名 这个什么 这个工作表名称 然后呢 对照表就按F3 因为我刚刚有建了一个性别 有没有 所以在性别里面的话呢 让他查一下 有没有 A1 对应的是哪一个 资料 那我把第几栏呢 因为理论上 应该是第二栏嘛 所以把第二栏的资料 帮我带回来 然后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要找完全一样的 OK 那记得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Table Array 我这边已经固定了 所以不用加钱的符号 那这个的话呢 向下填满要往下找 所以这个 这个也不能锁 按确定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满 OK 你说OK 可以哦 但问题是 接下来问题来了 那后面还有年龄怎么做 你说老师我知道年龄不也一样吗 年龄再一次 Ctrl C 然后这个范围怎么样 再给一个定义一个名称 Step 1 Step 2的话呢 站到这边做什么 V的函数 可是问题来了 我 当然我是希望最好可以怎么样 先做一个 直接给它向右 直接给它向下 全部完成 但问题好像没这么简单 如果拿这个公式 我拿前面这个公式 才能复制取消 可是我贴过来的时候 好像不行 哪个地方不行 这个地方的性别 那我必须把它改成什么 F3 要改年龄 刚刚有见的 所以年龄 那 这个要改 有没有 这边要改 所以第一个是这个名称要改 第二的话 这个地方不能是B2 要是多少 要是C2 好像观察一下 其实如果它做出像我刚刚想的那样 向右 向下可以的话 其实主要有两个地方 其实应该是说 向右的话 这个B就变成C固定的 有没有 反正你向右拉 它会自己再增加一栏增加 所以只要你前面不要加钱的符号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用考虑 主要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方式 但是我刚好向右拉的时候 它就自动帮我变换一下 变换什么 变换那个名称 那我只要把名称都定义好了 那我向右拉 不就全部都可以帮我把它查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问卷调查01 在第六个单元里面 这个把它打开 然后呢 我刚刚是先把问卷调查复制一个 所以Ctrl鍵 按拖拉加Ctrl鍵 复制一个之后 你们先试一下 那我是希望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直接建一个叫向右 向下 全部都查完 这个请各位数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